來 很高興我們在新的一年又見面 我們都知道過年乾過 我不知道你們過年的情況是怎樣 一定是非常熱鬧 那在新的一年我覺得 因為我平常比較少看媒體 我不曉得現在那個華文 中國的華文這麼有趣 特別在今年是新年的時候 就會常常聽到在那一陣子的地方 哇 什麼 積極積極 對 有人講積極積極 或者是有人講 希望新的一年神奇奇事 都發生在我的生活裡面 我覺得哇 真有創意啊 可以這樣子的做聯想 那我們曉得說新的一年 我們剛才講新的一年 我們期待有好的事情發生 但是在過去的一年當中 有什麼事情 就是讓我們印象深刻 是我們的工作 是我們的課業 是我們的家庭情感 好 那我們可以 每一個人都可以仔細的去想一想 哪一個是你 在2016年是你 對你有印象的 當然新的一年開始 我們用祷告來守望他 來拖住他 但是同時我們也要說 2017年是什麼 2017年是新的開始 特別是在信仰上面 也是什麼 也是宗教改革年的開始 新的一年不只是新的開始 同時也是宗教改革年 我們剛才讀的這一段的經文 我們請後面的同工 找你們處理一下 那除了新的一年呢 我們來說 剛才讀的那一段的那個 化吉時谷的那一段 以色列人進入到那個 加南地的開始 我們可以說 他們從那個 從出埃及到渡紅海 這個階段 一路上怎麼樣子 有驚無險的蒙受 上帝的保守看護 是他們一直不斷的去經歷那個 奇妙的代理 特別是在約書雅記的第四章 那邊有提到什麼 那邊有提到說當祭司 我們剛才看的是第五章 那是在第四章 他們的同工可以來幫我們協助一下 那麼約書雅記的第四章 開始說祭司呢 台約貴在踏進那個 約旦河裡面的時候 怎麼樣子 本來是河水 可是上帝很需要讓這些百姓 可以順利的去渡過那個河 並且呢是他們怎麼樣子 在河邊渡河完後在那邊 立石頭做記號 甚至呢他們就在那裡行戈禮 然後呢收余月節 那第二天呢 瑪娜就怎麼樣 就停止了 象徵什麼 象徵他們要過新的生活的開始 我們可以說出埃及 有摩西的代理 那是一個離開要變 那約書雅這一個 你們剛才形容的 這是一個什麼 恩典的記號 這是一個恩典的記號 那也是剛才我們看的 第五 剛才華老師跟我們一起唸的 我們彼此一起唸的 這個第一章前面 我剛才我們大概約瑞的敘述是 他們已經踏進去了 可是你想想當還沒有踏進去的時候 你想想約書雅的心 跟那一群人的想法是什麼 那群人的想法有可能 就像我們今天所讀的這樣子 是有期待的 也是很感動的 因為怎麼樣子 他們已經要去列主的 所應許的地方了 他們列主一群地方在哪裡 在我們創世紀 創世紀十二章一到三節 告訴他們 那是他們原我原本 亞伯拉罕 上帝對他講的 你要離開你的本地 本家 富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 所以當這一群新的人的時候 要進入到他們列主 上帝對他們應許的時候 他們是開心 他們是期待 甚至怎麼樣子 以前有人帶領 但是現在怎麼樣 現在卻是 以前有人帶領 但現在是要我自己去耶 所以不斷的透過這樣子的話 去告訴他說 你要剛強壯膽 你要剛強壯膽 我們可能想想去年的時候 上帝有沒有什麼 賜福給你 要應援給你的 甚至在2017年 你要不斷的領受他的祝福 但是你卻那麼少一點點的 剛強壯膽 我們提到說 摩西他是上帝的仆人 但是你想 約束亞當他一直都在摩西底下 接受帶領的時候 他會什麼呢 他有可能是膽怯的 就是從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有時候 我們看自己 哎呀這件事情我不會做 這件事情我缺少什麼 但是不要忘記 當你願意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是什麼 都是上帝的好仆人 仆人不是只有定義在傳道人在同工 我們特別今天早上很美喔 今天早上很早的時候 會看到有一群同工在這邊 一起來 為了服侍來做的倫利 所以上帝會在各式各樣的 願意回應他的人身上 成為是什麼 成為去與他同在的忠福 我們請那個後面的同工協助一下 上帝會與他願意回應他的人同在 那我們同時也到說到說 這一些百姓怎麼樣子 他們要過約旦和 有新的身分的開始了 新的身分的開始 就如同我們在新的一年 我們人的生命 有可能從小baby 然後到小學中學 甚至是什麼 甚至是大學成人之後 然後成家立業中壯年 然後到最後我們 人生可以是最璀璨 可以回饋給周圍的人 一個黃金一個整合的年元金 每一個階段都有不同的身分 不同的期許 但是在這一些期許當中 我們要面對的是什麼 我們要準備的是什麼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 有可能怎麼樣子 我每一個人的生命 我們說的 有可能我在每一個階段 哎呀 小學生就是好好念書 求學領業的時候 那什麼樣子 那成人的時候呢 成家立業 在每一個人的階段當中 Erik 整個八大領域會講說 我們每一個人在前面呢 都要不斷的去做 這一個階段 每一個有不同的階段 以至於下一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可以承起上一個階段 所整理好的生命 進去到下一個階段 我們可以講說 我們的生命有時候是怎麼樣子 是我們來想想一個事情 成熟跟成長有沒有什麼差別 成熟跟成長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是 有時候是可以預期的 有時候是不可以預期的 但是我們位置 可預期的跟不可預期的 就如同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做了什麼樣的準備 成熟有可能就像我們 剛才這一幅圖畫一樣 隨著時間到 我們就是長成什麼樣子 但是成長不一樣 成長是有可能 我會面對一個外來的事情不一樣 這些外來的事情不一樣 可以激盪出我裡面的東西 我裡面的根基是什麼 甚至呢不可預期的事情激盪出 使我們去面對那個事件的回應 這個是成長 但是我們有講到說 成熟跟成長 會隨著時間成熟 會隨著然後在不同的時間當中 發生的不可預期的事情是我們成長 但是有沒有完全是好的成熟 好的成長不一定 那我們可以肯定是什麼 我們可以肯定是在諸裡 有上帝的保守帶領 那我們的成熟是可以怎麼樣子 可以朝向那個好的成熟的進展 好的成長的方面的進展 剛才我們看到的那個 在套館裡面說 上帝的祝福 我們有想到說 上帝的祝福 對約束亞的祝福 對約束亞那一群所帶領的 以色列的人 同樣也是對我們的祝福是什麼 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都喜歡領受祝福過年 但是有沒有看到 終於看到上帝對約束亞 他們的祝福是什麼 對我們的祝福是什麼 凡你腳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著我所定許的祝給你 這樣的祝福好不好 好啊 好的美的不得了耶 哇 你進到辦公室 你進到生活 或者是進到校園裡面 這樣的祝福美不美 美 所以怎麼樣子 他一直不斷的去強調這段話 我覺得這段話可以讓我們 這段經濟也可以讓我們成為 在新的一年彼此勉勵的 因為可能你有很多的計畫 很多的規劃 你有勸諾 但是上帝講的 剛強壯膽之外 他還要給你的是這樣的祝福 另外一個祝福是一章五節這邊的 無必與你同在 不撇下你 撇下有可能是 就不回應你了 或者是 他原本的意思就是 聽任你怎麼做 是什麼意思呢 當 好 當我們是小孩的時候 你覺得爸爸媽媽都不管我們 隨便我們做什麼事情 我有好多的自由 可以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這樣好嗎 剛開始我們可能覺得 哇好棒好自由 但是呢 一旦任憑我們 隨便我們做久了 隨便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這不一定是一個自由 你不一定是一個祝福 但是上帝透過這個經節 告訴我們 他對我們的祝福是什麼 他時時刻刻不撇下我們 時時刻刻與我同在 與我們同在 這是多棒的 有可能你對於 我們剛才講的 你2016年的想法 2017年的規劃 你有延續的時候 你想到哇 我進到我的辦公室 我的職場 我的校園裡面 幫我腳掌所踏之地 你都與我同在 這對於 你前面的計畫 你前面的規劃 或者是你對你 課業的規劃 你對你家庭生活的規劃 好不好 好 這樣的祝福多麼好 從這樣子我們也可以看到是什麼 看到的是 但是約束雅他怎麼樣 約束雅是一個 可以講說 約束雅是一個在戰場上 長期參加戰事的人 為什麼 他可能出生不久 然後一直到他大 一直都在奔波 一直都在勞累 然後現在他的領導神摩西又死了 他可能是一個看起來剛強 但是有可能是什麼 他內裡面是懼怕 是感覺得 但是上帝卻這樣子應許他 鼓勵他 有可能我們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我們看起來是好的 是OK的 但是呢 會不會像這約束雅一樣 其實我是乾枯的 我是不足的缺乏的 但是怎麼樣子 上帝今天用這一段話的 來告訴我們 剛強壯膽 如果我們的生命 就像剛才那一句 另外一邊的那一句 我們很忙亂 在辦公室 在家庭當中也是要趕忙亂 但是怎麼樣子 上帝應許你 鼓勵你 或者是像約束雅一樣 將更多更多的主權交給主 我們講到說 上帝已經賞賜 我們講了賞賜那個地給你 有時候我們有可能是 比較不足沒有信心 我們會覺得說 哎呀可能嗎 我可以嗎 我可以做得到嗎 這樣好嗎 但是 不要忘記那個賞思是什麼 那個賞思在原文的當中 它是屬於怎麼樣 它是已經給你了 但是你要像約束雅一樣啊 是不是要多一點點的 剛強勇敢跟順步在裡面 我們知道打勝仗 包括我們在規劃 2017年我們有很多的規劃 很多的計畫 2017年我們知道說 規劃除了我們講的 他們講的叫做士氣 我們講的就不斷的提醒我們自己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 他們可以進入到那個地方 進入到從荒野 然後進入到迦南地那個地方 完全是這兩件事情 讓他們整個可以進入到 上帝所應許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個話語 這一段經節來告訴我們 我們不是說士氣士氣 而是說透過這樣子來告訴我們自己 上帝與我同在剛強壯的 我們也常知道說 我們都喜歡祝福 喜歡領袖各式各樣的祝福 上帝也樂意賜給我們 但是我們剛才有講到說 與我同在的祝福 還有腳掌手踏之地的祝福 我們有沒有想到 有一種祝福更是好啊 是我凡事順利 道路亨通 哇這第三種 這一個經 這一段經文裡面我們看到的是 上帝不只祝福他們 還祝福他們 可以亨通 凡事順利 這樣的祝福美不美 非常的美 特別是當我們在2017年 我們在職場上面 有一些規劃 有一些想法的時候 上帝要這樣祝福你 祝福你的工作 你的課業是可以亨通凡事順利 但是我們去想一想 哎呀這聖經上面 怎麼會這麼俗氣 講這個凡事 可以亨通凡事順利 其實我們再回去講的意思是 他們這個亨通是什麼 亨通的前提之下是 就是我們前面看到的 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 總要昼夜思想 所以可以帶來這樣子的亨通祝福 那他這樣子的亨通祝福 也不是像我們想像的是什麼 不是像我們想像說 財富上面的祝福 可以使我萬事都非常的OK 在聖經裡面 他的亨通的祝福是什麼 是可以讓我完成目標 我們再上一章回到上一章 可以讓我凡事怎麼樣 可以讓我凡事可以完成目標 這種亨通是什麼 亨通是一個我有洞察力 我有屬靈的洞察力 在這當中 為什麼 當你有洞察力在裡面的時候 你在做各式各樣的事情 你就有判斷力 有辨別力 這樣的祝福好不好 是比前兩個更好的 特別是我們在職場上面 我們是做 各個領導領袖階層的人 上帝的話也更成為我們的幫助 成為我們的引導的前面 那我們也可以說 在新的一年當中 你有什麼目標要完成 上帝這樣子祝福我們 我們也可以回應祂 回應祂什麼 回應祂 我可以提早五到十分鐘來到這當中 我們可以成為什麼 可以成為陪伴人的 我不是被陪伴的 我們有可能知道說 有人是零那個五千兩的 也有人認為 哎呀 我大概是零一千兩千的 但是上帝沒有限制我們 當我們願意回應的時候 上帝對你的計畫 對你的工 所塑造的那個目標 是更遠更大更美好的 超出你原本的計畫裡面 我們可以在我們的生命當中想想 安靜的想想 我想你們過新年 除了看電視之外 你們會不會特別在你們的書桌面前 安靜想想去年跟今年 上帝要給我什麼 上帝要引領我什麼 我們要知道我們的神 是引領人前進的主 如果我們的思想 一直在負面的思維當中 雖然我們是帶著笑耶 但是有可能 我們看不到 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們一直在負面的思維當中 我們沒有辦法 帶出那個前進的力量 也沒有辦法經營那個 上帝早在創世以前 就要為你所預備的地方 我們可以想說 當我們有不斷的 不斷的有 有時候有困難 就像約束雅他們一樣 有困難的時候 但是上帝讓他的兒女是什麼 是不斷的去擴張擴張他的經歷 以至於 哇給他們的應許 是何等的美 從後面約束雅 我們可以在這一週 把約束雅記 我們今天起個頭看第一章 但是我們可以在這一週 好好的把約束雅看一看 上帝要應許那個祝福 是多麼大多麼美 變我們的計畫 是更美好的 我們一起 我們可以去想一想在2016年 我有什麼事情讓我非常印象深刻 我達成了我上主獻上感恩 沒有達成了我們想想 我有沒有停留在那一個 覺得說 就差那麼一點點 而陷入在一個負面的想法裡面 主要向你說 主 我們有時候會像這一群以色列人一樣 停留在過去 忘記你的故事 忘記 忘記你是四福的神 使我們不敢去 往前邁進 而看到我們周圍的環境 但是主啊 在2017年 你幫助我們 要自得我們的那個 你在創世以前 就已經應許我們的 那個屬於我們 在2017年 你給我們生命的計畫 主讓我們 不是整天忙碌 你不要我們的事 主要讓我們 是 知道 你緊緊帶領我們 也從你的話語當中 知道 你與我們同在 你引領我們 你讓我們 從這 常常與你親近 看見 你給我們的產業 讓我們看見 你所賜福給我們的 無論是在各樣的環境當中 主 當我們用 揚望你的方式 看你的 主 會看見 你是多麼豐盛 多麼溫暖 多麼全能 又聯繫了公立我們 主要我們用這樣子的 這首詩歌 來回應你 我們在2017年 你對我們的引領 對我們的祝福 我們用這首詩歌 來去回應 讓我們請 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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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我的主 因我走真一路 到什么地步 都是祢在保护 万人就为父 祢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变地去 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守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守 请我走这人生路 任先地告诉主说 我的企划二人过期的企划 都要你们来参与 无论是在工作当中 在家庭当中 我们再次地用一步又一步地去 回应主 邀请主 来带领我 我们不是礼拜天来聚会的基督徒 我要每天与你亲情的基督徒 我要得到那个上好的福分 不只是你与我同在脚掌所踏之地 而是我要有聪明而来的 那个属灵的洞察力 让我可以做任何一切的判断 好使你更深地祝福我 也可以让我有这个属灵的洞察力 可以祝福更多的人 没有把我们的疏undo 乖呼要移鼓 ho 呼要移鼓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受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万望之路 你爱你受 请我走着人生路 你爱你受 请我走着人生路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主我们知道 你是掌管世界 掌管我们2017年生命的主 主我们知道 你的爱你的手扶持我们 我们更知道 我们所依靠的是一个创造的主 主你的创造和带领 超越我们人所求所想的 主你的创造超越一切 突破一切的限制 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计划 每一个人的生命计划 不论是之前的 不论是今年的 让我们在你的面前 知道怎么样子修改修正 也怎么样子来保守 也让我们更多的知道 我们的计划在合你心意当中 被你带领 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 进入你那 赐留我们最美好的应许之地 我们这样祷告是 共同主耶稣的圣灵感恩 圣与我们存在